各位观众大家好,又是明报530新闻时间,今天是2月2日,星期五,欢迎收看。 省府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长罗品珍最近涉入两宗尔巴相关的争议,包括清以色列在被当代人定居之前,只是一块什么都没有的烂地,以及涉及参与解雇兰加拉学院一名港师,多方要求请辞。 他昨天就不准确评论以色列历史道歉,但是尚未回应请辞的要求。 罗敏珍半周二出席由犹太人权组织主办的一场座谈会,他在席上表示,在以色列被现代人口定居之前,那片土地只是一块什么都没有的烂地。 罗敏珍昨天在X平台上表示,他对自己的评论感到遗憾,并毫无保留。 新民主党国会议员格林今天在X平台上呼吁省长重新评估罗敏珍,只需要确保我们的领导陈展现追求历史准确性和理心以及和平和正义的承诺,包括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 罗敏珍的评论不单在历史上不准确,还是带有贬义和麻木不仁。 罗敏珍另外涉及向学院施压,参与解雇一名发表赞上巴勒斯坦政治犯言论的港师。 南加拉学院的一名港师内特,在一个校外集会上发表演讲,称赞在以色列监狱逃脱的六名巴勒斯坦政治犯有决心和智慧。 罗敏珍在这件事后,就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已经和学院领导陈会面,表达他的担忧。 之后,儘管学院的学术自由委员会,指内特的言论自由受宪法保障, 南加拉学院仍然在1月26日宣布内特已经不再在学校任职。 卑斯专上教育人员联会,加拿大大学教师联会,及卑斯省公民自由协会,都要求罗敏珍立即辞职, 认为他不合当地对学院作出干扰。 最近有没有发觉在嘈杂环境,较难听到别人说话, 或者经常要别人重复,甚至有耳鸣的情况? 如果有,快找永鸣听力的专家,邝永鸣小姐, 她有多年助听器厌配,和舒缓耳鸣经验, 创新隐形AI智能助听器,有超强减杂音功能, 在嘈杂环境都可以清晰听到别人说话, 验证推出双重大优惠,立即致电预约听力测试吧! 农历新年想买优质养生产品? 那就要去港离行啦! 他们不止有优惠,花其心仲是百分百安产种植, 还有滋保养颜的燕窩检系列, 和丰富胶原蛋白的海参。 多款产品都有正美礼盒装选购, 还有更多产品,可以到列治文时代广场门店选购。 港离行连续12年成为加拿大安省花其心指定经销商, 现在更有网上服务,在网站订购, 就送货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国, 养生健康,受损港离行! 本拿比北中学重建项目今天宣布已完工, 生后者将会有更高抗震能力。 本拿比北中学是省内最大的学校之一, 可以容纳1800名学生, 重建项目由省府出资超过1亿元, 和额外220万元用于托宜碑斯计划。 新的社区学习中心提供123个托宜位置。 本拿比校区另外出资1190万元, 而本拿比师傅也出资66.4万元。 新校舍也设有托宜中心、校区会议中心和社区学习中心, 用作实行社区成人教育和语言发展计划。 新校舍原定计划在2021年9月落成, 其后被推置2022年秋季, 经过多次延期之后,最终在2024年初落成。 省府今天亦宣布, Straight Avenue小学的防震工程已开始, 省府和校区分别出资4300万和410万元, 预计明年秋季员工。 自2017年9月以来, 省府已投资大约2.521亿元用于扩建、 提升抗争能力和重建本拿比校区7家学校。 另外,在列治民的Howard de Becq小学 也将展开全面抗争提升工程。 省府撥款2070万元, 该工程将为350多名学生和交职员 在未来多年提供安全的学习空间和工作场所。 Howard de Becq小学始建于1991年, 并于2000年进行扩建。 透过分阶段施工的方法, 整个学校社区将会继续在同一间学校上课。 改工程预计将会在2025年秋季员工。 Wancouver First Realty, 街壁地产The Winning Team, 是大滨地区一支得到客户信赖的出息团队。 因为有超过30年地产丰富经验的Winnie Lam 林太。 中城服务客户的Terence。 一切以客为本的Jessica。 诚恳对待客户的Daniel。 还有我与时并进力求创新的Edgerson。 我们为你提供专业地产服务。 当你觉得听力越来越差, 和人沟通有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一对配得好的助听器, 可以帮助你重拾与人沟通的乐趣? 来南山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经验丰富的李智莲博士聊聊。 它不单提供全面专业听力服务, 更可以为你配合一对合适的助听器。 现在的助听器优惠高达7折, 还有机会拿一个高清电视盒。 优惠期有限, 快点打个电话给卓能听力中心预约。 士丹尼公园半周日早上将进行树木工程。 早上7点30分至11点期间, 接通温哥华及北岸的斯门桥将会全面关闭, 禁止所有车辆、单车和行人通行。 另外,在星期六早上7点30分至下午2点, 以及星期日11点至2点都会封一条行车线。 往南行的行人和单车将需绕道穿过士丹尼公园, 并到达湾道及斯门大桥的东边。 交通报纸已经努力将影响减至最少, 途经的民众可以使用钢铁工人纪念桥, 往返北温和温哥华。 今次的回圈额感染影响公园的一大部分, 特别是在斯门桥附近。 这次爆发甚至影响西湾和北温的一些地区, 令大量树木死亡。 新春到温哥华复位置点平安灯, 期月四季平安,万事如意。 平安灯每个名字50元, 请到复位置供奉平安灯。 有个很小心的人, 他收到一张银行本票, 之后他拿着一张本票去发票银行验证。 连分行经理看完都说, 这一张本票真注无感真。 但是, 当他拿一张票去到自己的银行入数之后, 银行告诉他, 那张票是假的。 这件真真假假本票事件, 是源于当事人在网上, 他要出售他自己的努力示标。 有个买家主动联络他, 于是大家商约交易。 卖家真是走骑楼底带降虚那么小心, 买家给了一张一万元的杜明银行本票给他。 他自己亲自将本票拿到银行的桂园里核实。 桂园就找到经理, 经理看完, 认为这张本票没问题。 于是, 卖家就把努力示标交给卖家。 交易完成了。 之后, 卖家将那张本票传入自己在王家银行的户口。 过了几天, 王家银行通知他, 那张本票是假的。 杜明银行后来也证实, 这张银行本票是假的。 你说, 不小心上当就没得说。 小心到这样都上当, 又真是很无辜。 现在的问题是, 银行说真, 究竟算不算真? 如果银行都不知道真还是不真, 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收现金? 现金一样会假的。 你以后叫我们的小市民信什么好呢? 温哥华明天2月3日星期六的天气预告, 夜间有宙雨, 气温最高9度, 晚间多云, 气温最低5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 准时收睇我们530新闻, 请订阅明铺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请订阅明铺, 请订阅明铺和分享。 好消息, 安省呼吸道疾病高峰期已过, 但大家要开始注意 越来越厉害的A型年球菌。 除了安省流感和呼吸道核包病毒高峰期已过, 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 也呈现下降趋势。 安省秀席医疗官牧尔医生, 警告说, 呼吸道疾病的季节仍然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说, 高峰期结束并不意味着病毒从我们的蛇居中消失,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牧尔医生预期, 安省可能还会有长达四周的甲型流感活动。 月型流感也有机会引发另一波感染。 另外, 尽管新冠病毒感染水平正下降, 但他警告说, 他预期感染病例数量将会再次激增。 他在谈及到新冠病毒时, 这种病毒通常在三个月至四个月的周期中循环。 因此, 我们将会在三月至四月观察, 是否有新的变种病毒出现。 以及, 这样对安省居民的健康意味着些什么。 西麗山医院传染病专家麦吉尔医生说, 新冠病毒的活动在安省依然居高不下。 他说, 外边仍有很多新冠病毒, 我们仍然每周有30宗死亡案例。 麦吉尔医生同意穆尔医生有关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活动的评估。 但他说, A型联球菌在家国各地创纪录的病例数量是出乎意料。 在感染A型联球菌的患者之中, 有10%的患者将会死亡。 在安省, 去年12月, 总共有222宗A型联球菌的确诊病例, 数量之多超过了至2014至2015年度以来任何一个月份。 在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 总共有6名年龄小过9岁的儿童, 因为感染A型联球菌而死亡。 这个星期三, 省长福特斯咬牙切齿, 说要不放过那些偷车贼, 说会尽力抓他们去长期监禁。 谁知第二天, 即是星期四, 有两个13岁和16岁的贼, 不知道是没有听到省长的警告, 的或听到都睬你都傻, 日光日白, 在多伦多半偷半抢, 劫走一架车上, 还坐着两个小孩哥的车。 多伦多警方说, 在昨天下午3点40分左右, 在Western Road和Lawrence Avenue附近, 有一个女司机, 买到的一些油粮杂货想搬上车。 当时车里面, 还有两个小朋友坐在那里, 分别是四岁和七个月大。 当那女司机一转身, 想拿东西搬上车的时候, 一个13岁的小孩, 就跳上女司机这架未熄火的车上。 没有来到车上, 是不是还有两个小孩哥在那里, 就开走一架车。 而另一个16岁的小孩, 就站在没多远。 13岁的小孩, 就开着一架车去接近他。 幸好, 当时有个警官在场, 看到事发经过, 立刻上前, 截停了一架车。 那13岁的小孩, 想下车走, 就被警官捉住, 接着还捉住那16岁的小孩。 截得停车, 当然就找回车上的两个小朋友。 两个小朋友倒逢安全, 其中一个人虽然受到轻伤, 不过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之后, 就出罪院了。 警方说, 两个抢车的小孩, 现在被控多项罪名, 包括了偷车, 绑架16岁以下的人, 持有犯罪所得财产, 以及与驾驶相关的指控。 这件事告诉我们, 偷车、抢车, 不一定发生在夜妈妈, 你家驾驶上。 日光日白, 公众地方, 一样会发生。 而有小朋友在车上的大人, 上车下车, 更加要看着小朋友。 要不然, 一旦连车带小孩, 被贼佬偷走, 抢走, 那你就算找回, 你都担心死。 小孩就会吓死, 还未找回, 你就更加害怕死。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今天公布, 特斯拉要召回近220万辆电动车, 因为车上, 前面仪表板的一些警告灯太小, 召回的数目差不多就是全部在美国销售车量的总数。 今天公布的文件称, 召回的汽车将透过线上软体更新来完成, 这次召回, 涵过2021年到2023年的Model X, 2016年到2023年的Model X, 2017年到2023年的Model 3, 2019年到2024年的Model Y, 和2024年的Cybertruck。 这些型号的车的刹车, 停车和防锁死刹车警告灯的字体大势, 比联邦安全标准要求的要势。 这可能会令那些重要的安全资讯很难被看清楚, 从而增加撞车的风险。 特斯拉已经开始发布软体更新, 车主将从3月30日开始收到信件通知。 特斯拉已经确定, 有三项可能是和这个问题相关的保养索赔, 但就没有收到碰撞或受伤的报告。 晚上约7点51分, 警方接获多宗报案, 指九龙湾、蔡福村、蔡寬流发生火警, 冒出浓烟, 同时有一名男子怀疑堕楼身亡, 身体断乘两折。 消防到场后,于晚上约8点37分,将火救息, 初步相信起火单位位于大厦17楼, 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事件中有约100人疏散。 至于怀疑从高处墮下的男子年约50多岁, 身体分成两半, 上半身在大厦兑开空地, 下半身在一楼盐棚,明显死亡, 由绿色帆布遮盖, 暂时未知他从何处墮下和墮楼原因。 现场所见,有近300名市民于地下暂备, 火警够息后,居民陆续返回大厦。 在场警员尋找部分17楼住户, 其中一名居住于17楼的女住户表示, 火警发生时正在洗澡, 突然听到类似焚烧杂物的声音, 于是立即着着衣服。 她打开门发现走廊浓烟满布, 相信火警源于她对面的单位。 该女住户表示, 起货单位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阿姓獨居, 居住超过10年, 平时任职,运输散工, 应该无不良嗜好。 黎智英案以重返证人身份作工的 前苹果社长张健雄即将作工完毕, 另一名重返证人, 苹果前副社长陈佩敏下午出庭作工。 首日出庭作工的陈佩敏先讲述个人背景, 包括在香港土生土长, 大科时修读工商管理学系, 1996年12月加入苹果, 并一直在苹果工作至2021年被捕, 被捕时职位是苹果副社长。 控方由律政司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 负责主问证人, 要求陈佩敏以2014年占中运动为分水嶺, 比较苹果于2014年前后报道新闻的分别。 控方也问及苹果是否一份有政治立场的报纸。 陈佩敏称, 黎智英有鲜明的价值取向, 支持发展民主政制或尊重自由人权, 同时着重苹果能否获得市场支持, 例如重视娱乐新闻的吸引力, 也着重揭发牵涉公众利益的丑闻。 张建雄則于上午完成最后一日作工。 张建雄指, 《苹果》曾在国安法生效后, 尝试不违反国安法的编采政策, 指并非具体指示, 只是管理层认为要行事小心, 想尽量避免踩到国安法红线。 部门主管可自行按需要咨询公司律师, 但黎智英未曾有类似的指示, 就算在国安法生效后, 黎先生都没有说, 说苹果的编采政策要有什么改变咯。 张建雄指, 各苹果高层身在的国安法应变委员会WhatsApp群组, 并不包括黎智英。 他解释说, 如果加了入黎山,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讨论, 全部都是黎山决定了。 成立群组的原意是让各高层先讨论, 可以自由表达意见, 看看是否真的很需要和黎山去说。 张建雄最后一日作工时也提及, 黎智英曾建议在《苹果英文版》加车大数据报导, 指黎智英的目的是寻求国际社会关注, 继对香港官员采取敌对行动, 实施制裁。